带你们看看美妆小白在网红公司会受到什么不公平待遇 现在她才别人过从不从前 她就想不觉得心虚远了 当时是没关系 她就拿两张一个大号都封软给拿一张 你烦不烦啊 啊 了了 继续 最后一个选择就叫谢人家费哥来了 黑泽哥来啦 不是哈哥 我觉得不公平 哎 你们没看到黑泽哥的评论区吗 23%的选词都在第一次黑泽哥化妆水平 要我说你两个钱 起码你的专业水平够OK 嗯 谁说的这也当时提醒我了 啊 作为美妆博主最重要的就是专业度 啊 不然怎么能得到粉丝的长久喜欢呢 呃 黑泽啊 你这个奖牌我现在把公司扣下来了 等你什么时候合格了再规划 你有意见吗 浩哥 没意见 浩哥 啊 你们回去工作吧 哎 浩哥 黑泽 你得放在心上 是我能力不够 待会难会属于我的 没事 我们相信你 相信你 你们都没事给我们天真带别人工作 哎 走啊 黑泽哥 我刚刚空想说话你千万别生气啊 我就是怕你被捧杀了 所以想后来帮人精力拿着 你想啊 我一头你要是真拿着啊 然后那帮人贴在背后说你多难受啊 是吧 他们才不会像你这么无聊呢 算了算 我懒得跟你记载 来吧来吧 我找你美妆姿势 看着啊 我自己来就可怜了 哎 浩哥 你得相信我 我是专业做变装厨神的 美妆姿势可扎心的 来 来 脸看 哎 差不多行啦 哎 你确定不吃行星是吧 哎 小姐 嗯 我那想跟你结一下双底妆 可以啊 我们就拿这个粉底液 给它均匀的扑盖在面部 嗯 再拿这个美妆蛋 弹飞弹飞的嫩鸭 没事吧 老板 现在有型的活动品了 哎 现在几次 我用一下 你干嘛 哎 没事 没事 好发生 妹子 粉丝老头有眉毛 我都背话了 能交一下吗 可以啊 没问题 看看啊 你这眉形其实挺好看的 但是这个眉毛 来 我教你 这个眉峰 眉峰开始啊 然后这 你那还过来呢 来干嘛 不是啊 粉丝都看着 别人小气嘛 没事 玉子 我怕不摘掉了 你能挡折 这样吧 我教你秀容吧 请男生要打造这个轮廓杆 好 哎 在这个凹件处 哎 在上班一起借我一下 但是跟美妃一起还你啊 不是 你有完没完啊 你看我给别人使败 能带来什么好处 什么叫我给你们使败 但是黑泽恩利姐对我有偏见吗 不过没关系 我们之间都是小事 然后不用打扰你 我们自己解决就好啊 黑泽哥 走 放开 你别这么说 黑泽 敢当着我了面 其他同事了是吧 数据差 能力也差 你一个大男人 就只要把情绪发泄到 你这小姑娘是什么 能有点出息吗 浩哥 浩哥 黑泽自从都曾经是美妆以来 每天都敬业的恶补美妆知识 不管多晚都认真把视频拍完 你凭什么听别人的恶意线 还是要下定论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天天说我不公平 说我区别对待 你们能不能换个词啊 行 别的卫夫说了 他黑泽要是能做一期20万 就20万点赞的视频 我王浩亲口给他当众道歉 休息了 浩哥 你记得说到做到